短管线弹枪的性能究竟如何 钢枪厉害吗 实战怎么用呢 今天来看看短管线弹枪的六项属性测试 一伤害 打身体的单颗弹丸伤害是25点 一共9颗弹丸 总伤害是225点 抱头为342点 打四支为162点 打脚为72点 弹丸全部命中身体和头部都可以一枪秒杀满血三机头和三机甲 伤害超级高 二射速 经过慢放 射击间隔为0.27秒 射速为1除以0.27等于3.7发每秒 射速超级慢 比其他手枪都慢 三秒伤 由于只有两发子弹 秒伤不能按照以前那么算 它可以在0.3秒内打完两发子弹 然后换弹 所以一秒最多能造成两发子弹的伤害 秒伤为225x2等于450点 是手枪最高的 四 换弹时间 转管线弹枪不能装弹匣 而且打完一发和两发换弹速度都是一致的 都是2.5秒的换弹时间 灌弹属于手枪中非常慢的 五 子弹出速 由于它射程非常近 弹丸很分散 只能打到75米的靶子 就用75米的靶子来计算 打出到命中一共耗时0.13秒 子弹出速为75除以0.13 等于576.92米每秒 子弹出速是手枪中最快的 不过没啥用 射程太近了 六 弹容量和配件 短管线弹枪弹容量为两发 不能装扩容 只能安装一个配件 那就是枪口 只能选择线弹枪收束器 结论 短管线弹枪的优点是单发伤害极高 瞬间爆发极高 子弹出速很快 配件少 缺点是弹容量少 射程太近 容作率太低 实战只适合天脸使用 打完两发就要找掩体 而且只适合高手使用 萌镜就不要用它了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